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这里有叫冻肉的 也有叫水晶肉的 过年招待朋友凉拌吃 非常不错 猪皮我已经洗好了 咱们先把猪毛处理一下 把猪皮再清洗两遍 最好是用清洁球先洗一遍 这样才能洗干净 再洗一遍 放点姜片 焯水五分钟 这上边都是油 还要把油刮掉 这层油一定要刮干净 把费面残余的猪毛也刮了 再洗一遍 猪皮切成细丝 猪皮还是冷水下锅 水是猪皮的两倍多一点 这个需要煮两三个小时 咱们端回家里炉子上煮 再炸点拌凉菜必备的辣椒油 放花椒 八角 灰皮香叶 葱姜 小火慢慢炸 炸到焦黄捞出来 接着放辣椒面 还是小火慢炸 炸到没有生辣味 放花生 芝麻 小茴香 还是小火慢慢炸 花生这样炸 不管放多久 吃起来都是脆的 花生炸熟 辣椒油就好了 这样炸出来的辣椒油 无论是拌饭吃 还是夹着馒头吃 都特别香 尤其是里边的花生 特别脆 吃起来特别香 猪皮煮上一会儿 把上面的浮沫和油撇掉 已经煮了三个小时了 像这样煮到猪皮快化开 汤粘稠就好了 今天吃不成了 要放到明天才可以吃 凉拌起来特别香 咱们明天见